国庆了快到了 各界都已经开始筹备国庆庆典 比如街道上开始插满国旗 商家们开始做Medica Sales 而我为了表达对国家的爱意 我已经准备好 要放假啦 不过我在人民很开心的时候 政治人物却又因为国庆开始吵架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每年8月份的国庆月 都是我国展现多元文化社会 全民团结的时刻 然而今年国盟那边就抛出 在他们执政的四个州属 要跟中央不同步 击打玻璃士 吉兰丹和邓加龙 要用自己的国庆日主题以及标志 在六周选举之后 继续再跟团结政府打对台 选了前几天 国盟青年团团长阿莫法德利 指出国盟执掌的四个州市 玻璃士 击打吉兰丹以及邓加龙 可能不会跟随联邦政府 而是使用他们自己所推出的 这个替代标志以及主题 这个建议一处 马上引起团结政府的大力抨击 西蒙的部长们 包括法米阿尼克明都斥责国盟 这样子做根本就是要分裂大马 国庆本来应该是全马 普天重庆的日子 为什么连国庆庆典也要被政治化呢 听到西蒙这么说 国盟的领袖也不敢设得反驳 哇 你推你的马达尼的斯罗根就不叫政治化 我推我的斯罗根就叫政治化 所以到底是谁政治化才会觉得这个事情叫政治化呢 好乱哦 好多政治化 所以到底是谁政治化呢 我觉得我就是知道这个歌手比较要政治化 对此呢民间当然有不一样的声音 比如全国爱国者协会主席纳多阿萨哈拉 就是谴责国盟这样子做不仅很傲慢 而且还是在他们执政的州属之路 反政府的立场 这也违背了我国一直以来奉行的联邦制 但是也是有声音去打脸西蒙政府的啦 他们就说喂喂喂喂 推出跟联邦政府不同的logo这件事情 明年政府一开始在自己的州也是这样子做的哦 你看以前国政推出 Janchi Dittapati的斯罗根时 明年是在自己执政的雪兰儿 推出了自己的国庆标志 所以你是不是也承认自己以前在分裂国家呢 确实啊这个脸啊打得西蒙有一点痛啊 可是你看 这个时候就彰显团结政府的优势了 因为你看西蒙虽然被打脸双重标准 可是 他们可以派国阵出来吗 上西比面马上就来问阿姆法德里 你疯了吗 这么明顽不灵的话 你不配做国会议员啊 只有他可以骂得这么理极气壮的各位 毕竟从萨都马来西亚到Janchi Dittapati 到马来西亚马丹尼 国阵是唯一一个永远希望用联邦标志的logo的政党了 而且理解一下 你不觉得国阵选的时候 跟真的比较好戏 你看Sato Malaysia 很清楚 你看恰人的 什么Mafaka Basatu Saturas Bansas Jewas 很长 而且这么强都不懂他讲什么 很为难那种马来文不好的华人 懂吗 但是这时阿姆法德里也出来表示 这个只是青年团的建议 不一定所有的国盟执政周数都会跟随 你看随后登家楼的首长Samsuri就出来说 Dengganou不会用自己的标志 而是会去follow联邦政府的 这个举措其实就很有意思 这个时候站出来采取中庸的立场 既彰显了自己的气度 同时作为首长 他跟San Lucy 真的有一点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的感觉 可是无论如何做了对的事情 就应该被赞赏 所以Samsuri这次就获得了非常多的肯定 甚至是来自华社的评论 也非常的正面 所以无论如何想要告诉这些政客们 国庆就是国庆 确实没有必要搞这么多小动作好不好 有空想那么多slogan 不如你们想多一点政策来好不好 毕竟你们想再多的slogan 我们可以记得的 也只是 好的那么广告回来 我们再一起关注李梓佳 最近盪上了李宗伟的新闻 当VPK想要提高影片质量的时候 才发现电脑的配置更不上 尤其是剪辑4KAPR的类液越开越多的时候 PREVIEW根本就是卡到怀疑人色 直到上赛课了解我们需求后 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剪辑4K影片的时候会非常依赖显卡 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搭配了GOTEN GAMING RTX 4070 TWIN-H的显卡 解决了所有剪辑卡分的问题 这个显卡型号也是许多影视工作室的标配 而且它还把我们搭上XBG的RAM 直接升级到32GB 再加上1TB的内存 还有这个ARGB的灯光简直真啦 太多technical的东西我讲了你也不懂了啦 但是一定要去Sun Cycle的官网去看 然后各种零件你都绝对可以找得到喔 长时间的复合剪辑也会导致电脑过热影响性能发挥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Liquid Cooling Sun Cycle为我们搭配的Deep Cool Liquid Cooling 也非常好地解决散热问题 我们公司到现在都没有再过热的问题咯 对吗?剪辑师 对,很好咯 不管是需要剪辑3D建模修图 或是打游戏它们都有 Sun Cycle是一家你值得信赖的电脑零件distribuilder 让你体验最前沿的电脑配件体验 同时还可以让你享受无忧的售后保障 赶快点击一下链接了解详情吧 好的,谢谢Sun Cycle 最近啊大马雨潭再次爆出争议啊 日前李子佳的教练黄达明 突然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控诉鱼种欺负他们 不让李子佳和国家队一起训练 原因是因为鱼种的赞助商是yournext 所以进来鱼种练习 需要穿yournext的衣服 可是子佳BB他的赞助商是Victor 所以Victor就要穿他的衣服鞋子球拍 赞助商不一样 鱼种就不让李子佳进去 黄达明控诉鱼种说 为什么要靠近市警赛 他突然执行这项政策呢? 是不是在以大气小? 李子佳随货也放出各种的球拍来讽刺自己的不爽 甚至还去黄达明的post下面comment说 等下我不去练习不要讲我大头症啊 小妹子佳BB 大众怎么会因为你不去练习就讲你大头症呢? 大众只会因为你突然间在手上没得又骂鱼种 搞大事情才会讲你大头症罢的嘛 你看 而且其他的球员讲有一种以大气小 大可能会相信 可是以李子佳的声量啊 有一点难评所以比较大 但是谁料到这项指控一出来呢 真的把最大的赢出来了 没有错大多李正伟都出来反击李子佳的说法 李正伟表示呢 李总有赞助商规定是一直以来的事情 球员可以有自己赞助的球拍球鞋 可是一直要穿国家对赞助的衣服 是合理的事情啊 不然李总自己是要被罚款的啊 而且他也直接问啊 为什么其他球员都可以遵守 总是只有李子佳和他的团队有事情呢? 他的团队好像很想要把一件原本不应该闹大的事情闹大 所以他认为李子佳你可以训练 你应该有感激的心 不要总是处处就觉得自己被针对 其实一直以来啊 大多李正伟对李子佳的种种事情呢 都是保持沉默的 可是这一次居然也挑出来指责他 骂他说够了 要学会感恩 不要惹是生非 导致李子佳这一次真的是一面倒的背嘛 一轮时评人千惠就认为啊 国家对愿意让自由人一起训练 已经是很宽容的了 而需要对赞助商负责 不给传其他品牌本来就是小事 为什么要归纳到这么大 你看其他国家的例子 台湾的戴智颖自己也是有其他赞助的 可是要去到市井赛这种大比赛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跟着国家队的赞助商 来穿Yonex的球衣出去才可以 so 于是大家普遍的认为 指甲BB这次的处理手段 还是不够成熟咯 不要动不动就发文骂人嘛 对不对可以试试看私下协赏 听到吗大家 遇到事情要先想想看怎么解决 不要动不动就放上网给人家 记得哈 而经历过争议过后呢 李梓佳就在采访里面回应说 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但他会坚定自己的立场 可是微妙的事情来了 这一次在市井赛的表现 好像有回勇哦 刚刚打败的总制选手 Jonathan Christie和黄志勇一起闯进了次选 这个时候本台整理库发现 李梓佳的表现好像一直以来 真的都跟他的风平成反比啊 你看看啊在大家都没有什么关注 他积极无名的时候 他突然拿一个全赢赛的冠军 然后当全世界都在征战他 给他护望的时候 他就开始输比赛 说到差不多所有人都放弃他的时候 他在丹麦宇族公开赛 又拿回一个亚军 然后在大家又对他有希望的时候 又输比赛 然后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所以我在想啊 这次的事件啊 会不会是他的教练啊 最近看他的表现觉得 嗯啊 李梓佳究竟的训练不是很行 应该怎么办呢 不如找人骂他一下咯 然后就发这个post 然后让他一起骂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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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可以绝地反击 嗯是不是很有道理 好啦以上当然是我们自己 Rolan讲话啦 认如何啦 当然希望所有的大马选手 都有好好表现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谈 也希望你们市井赛 才可以有好的成绩啊 哪个金牌 这样我们又有佳琪可以放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 随便看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期再见